音乐 HELLO,大家好今天是5月2号 我这两天高好在成都 在阳光小月休程了大概人三十天 然后又来参加房车展的一个露营大会 昨天我也去房车宰里面挂了一下 这个房车宰规模不是很大 然后露营宰的地方 茶家主办方又没有提供一些电 所以我觉得很多地方用的还是不是很舒服 所以我今天2号就准备走了 本来计划是3号走 提早一天走 因为在成都已经休整了 大概接见后大概有一个礼拜左右了 所以我觉得我应该要往前再走了 今天的目标是往阿爸的房下走 那边刚好有一个认识的朋友 他是造主的 所以我想阿爸那里去给大家拍一些造主人家的一些 就是风土人情 或者那边人家是怎么劳作的 怎么生活的 是不是跟我们汉族现在还有什么一些差异 我估计现在基本上差异很少了 所以给大家去拍一下 昨天我也去开了两款车 一块是C型车 一块B型车 那个C型车呢 我觉得它是完全就说 仿欧式的那种风格 做工啊布局啊我觉得还可以 但是它是小额头的 有个缺点就是没有固定的床 它的床是吊在那个升降的 在买房车的时候 我太太我的一个想法啊 买房车首先一定要买固定的床 固定的床的一个优势呢 就是睡觉的时候方便 而且你不用打理那个扑床 干嘛 因为为什么 大家在用的过程中会知道 固定的床是最最方便 很多什么折叠的 什么乱七八糟的 这都是临时行用 你去租一辆车的时候 你可以加旧一下用一下 但是你长时间出去外面旅行的话 你绝对不适合这样的 所以那个整体的布局 它是完全拆考欧洲的那种风格 就买这两个人玩 它四个人也可以 它下面是折叠的 然后上面是升降的 首先买固定的床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次之就买升降的 第三个才是折叠的 折叠是最差 中间是升降的 但升降有一个缺点 就是床会有一点点化动 它不能说化动很明显 它就有一点点化动 一点点化动就是说 有时候发个声啊 干嘛的时候 它会那个 不好意思 我再录个视频 一块再聊 好不好 谢谢啊 升降船有时候会有一点点化动 你睡觉的时候就感觉 就说发个声 或者怎么样 还会感觉不是特别舒服 因为你就像家里一样 你肯定固定的会舒服一点嘛 对吧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它那种风格呢 后面空间却是很大 它是有L型的吧台 然后那个 又有那个 盖丝风铃的那个 卫生间啊 这个我相信很多人都喜欢 然后呢 下面还有一个驾驶室 前面驾驶室后面呢 就是一个 淮行的沙发区 也可以折射一家床 作为一个临时的用 这是我对那款车的一个 大致的一个分析啊 它底盘呢 是进口那个 美国道奇公牙的 总体价格 我问了一下 大概九十万啊 我觉得价格确实不便宜 九十万我可以直接买进口的了 但是它有可能 它是汽油车啊 也就是3.5T的 3.5的V6的好像 动力应该没问题啊 但是要有扫牌 要不需要卸置 这价格就太贵了 我觉得有点 九十万的车 那个扫百万了 还是一般人能 不是很能接受 但是我觉得它里面的 做工啊 布局啊 我觉得还是很喜欢 它要是大额头的话 我更特别喜欢 因为我本来就是 喜欢睡固定的床 睡额头上 因为睡额头是 整个地方空间最舒服的一个地方 我个人认为啊 所以高度会低一点 但是我已经习惯了 我觉得我睡在上面会特别舒服 因为高嘛 而且我住在房车里 我都一般都喜欢睡 上下铺的话 我也喜欢睡在上铺 这是我对那款车的一个 很好的一个 整体设计已经工艺啊 我觉得都已经 接近欧洲的那种 工艺跟标准 然后又快来一块B型车 是EVIC OZEN的 5.99米的那款车 总体的思路啊 布局啊都可以了 我也特别满意 唯一的缺点 EVIC的一个缺点就是说 它车啊 不是特别宽 所以坐横置床的时候 会相对来说会窄一点 你要么就拖 后面就超乎那个地方拖出去一点 但总感觉 下面说要是一米八以上的鸽子的话 你就不要考虑很床 所以这很压抑 啊 整体做工啊各方面 我觉得已经 能达到我的那个预期啊 我觉得特别特别喜欢 啊 然后呢 价格呢 确实不便宜 它报价大概有五十一万吧 啊 那估计载会会有点优惠 啊 大概四十多也可以买 但是我也没问具体的一些配置 比较说多大的电池 多大的水箱 多大的链电池等等啊 我觉得这次载会呢 啊 总体人也不是特别多 啊 也许现在是马上要 国五换成国六了嘛 啊 所以现在买车的人不是特别多啊 也不是最好的一个时机 所以我觉得 要是现在打算买房车的朋友 我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下 有一块底牌可以关注一下 啊 大通V90的啊 我看了一下数据 它好像B型车的宽度是有达到两米一 啊 啊 哪怕做C型车做B型车都没问题 因为它是做C型车 它是后双轮 后驱 啊 6AT 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 我觉得 数据上来开 我觉得 特别好 然后动力呢 它是2.0T的啊 我感觉动力好像稍微 弱了一下 弱了一点 但是我看来它的数据 它是刷涡轮增压的 好像 啊 130千瓦 我130千瓦 我觉得动力比我这个EVC 它欧胜还大 那整体怎么样表现怎么样 我觉得还是要等它出来 等它出来以后我觉得试驾体验了 会再看 我个人认为啊 它 它 涉气的车做工相对来说 会比 来气的会更好一点 因为我曾经看过两块车嘛 它漆水 油漆的漆水 确实比 来气会做的更好一点 这个我觉得我对 涉气的 品质应该会 也会更有信心一点 啊 那还有一块车呢 现在 还没上市 也跟 那个大通V90一样 大通V90呢 已经有 确定上市的 一个时机出来了 还有一块我比较看好的一块底盘呢 是 擦身炮 擦身炮是一个大皮卡 啊 然后呢 但是它还没有确切上市时间 啊 我也找那个 懒众产家也问了一下 他说 这款车具体什么时候上市也不知道 因为皮卡还没上市嘛 对吧 它的皮卡先上市了以后 才会有这个车出来 我估计预算了一下 我估计要到明年年底 那块车是 跟猛禽 150那个差不多大 我觉得 那个皮卡大了嘛 大了也就是它轮距啊 啊 它的高度啊 都比现有的那个 懒众C7 大很多 因为懒众C7就是一个小型的 也不能说小型的 也就是中型的一个皮卡 然后它那个 已经算得上大型的一个皮卡了 啊 它的轮距啊 也更快一点 它 驾驶台也更高一点 然后也更威猛一点 然后这样的 然后它里面的 就是说有塞巴索 啊 然后又是自动岛 巴速的自动岛 我觉得这些参数 对我们 想玩飞车的 特别年纪大的人来说 特别有诱惑力 因为市区嘛 很多人会有市区那个 越野情节 所以说这个车不能去说去 飞车去越野 但是它的脱扣能力下对来说 会好一点啊 所以这两款底牌也是 但是我觉得明年会是一个 我比较看好的啊 我也相信很多车友会对这两款底牌 寄予后卧 至于车出来怎么样 那要等车出来以后 我再跟大家分享啊 也许我 我觉得要是我这两款车出来 我都会买来给大家做一个试驾体验啊 我觉得自己一定要看过要运过 我觉得这个车才可以很好的去评价这款车 到底好还是不好 光从数据上看 那我觉得这两款车都是非常好 因为目前做C型车来说 呃 后双轮的 自动导的 目前只有一个Evic 欧胜啊 那还有一款是新时代的 那是福特的 它是有后双轮 但是它没有自动导 它的印刷就是没有自动导 而且价格也特别贵 那现在的大通V90出来了 哎 我觉得它是后双轮 后驱 然后6AT 我觉得这个数据上面来说 我觉得特别适合做防车 而且不管它B型车 不管它的C型车 啊 那个查诚炮那个皮卡呢 它有四驱啊 特别喜欢有越野情节 或者喜欢去一些偏远的地方的人的 也是一种特别关注的一个车型 今天这也是我今天 昨天拆家那个防车仔的一些改物和自己的一些想法 仅供车友拆考啊 好了 我一会收拾一下 就准备往阿宝的方向走了 好了 今天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 拜拜 喜欢豪哥的视频 请继续 点赞 关注 收藏 转发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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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